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是一期科技乱顿 今天除了我老高还有某高老师以外 我们又请到一位新嘉宾老贤 来介绍介绍自己吧 为什么把你请来 本来是来乘饭的 被叫过来录期节目 对 其实我替老钱说 他有点紧张 第一次录播客都很正常 一会就被我掰完了 他是老钱其实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资深从业者 也是一位资深程序员 而且见证了中国互联网整个的外部2.0时代 算是 见证了辉煌 见证了辉煌 也见证了衰落 这话说的 所以今天跟老钱一起就聊聊 最近的这个话题 我看这个话题由友台聊了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任户生态等等这个角度聊 我们想聊点跟友台稍微不太一样的视角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技术博客 也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Reddit的这个用户造反事件 某个老师来说说前情提要吧 前情 为什么某个老师讲啊 这个今天可不一样是吧 为什么 你是这个Reddit在国内所谓的对标产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呀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从头说一说 Reddit其实国内的小伙伴们可能听过的不多 或者有一部分人没听说过 但是如果说它是美国版的百度贴吧 大家就更不明白了 这个我们从这事得从百度贴吧开始讲起 因为从创设的年头来看啊 它比Reddit要早 百度贴吧要早是吧 对 早个一年吧好像 对 百度贴吧是03年就上线了 它这个跟Reddit的相同之处呢 就是如果大家了解百度贴吧的话 百度贴吧是一个搜索引擎 从搜索引擎这个思路诞生出来的一种社区 就是它们以每一个关键词为入口 最早的时候没多少吧呢 就是基本上你搜一个词进到贴吧里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吧 对 就是以那个关键词去创建一个属于这个关键词的贴吧 对 关键词就是八名 对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大家忽然发现你说什么关键词 不管多长多短 我印象中是有一个最长的限制的 在这个限制之内的任何词都给创建一个铁吧 这就和当时最火的这个论坛有本质的差异了 就是论坛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板啊 总是有数的 对 那是绽放箭的 对 比如说什么天涯对吧 之类的这种 那就他就建了众多板 你就只能在他设定的话题范围内去聊天 对 这个贴吧就不一样 就是谁都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吧 然后在里边开始发贴 是不是他同时也就成为了这个吧的吧主 好像要申请吧 小的吧其实是没有吧主的概念的 他这个 但后来啊 当时我是05年在贴吧团队 其实去的时候都已经上线两年了 但那个时候贴吧还不大 贴吧是什么时候火的呢 是超女 超女的这个事 李玉春吧 就是你刚去不就开始超女了吗 对 就是天后角嘛 就突然火爆 但是我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段子 就是你们知道这个百度为什么叫度娘吗 这个这个段子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后来百度有一次的年会啊 就是有一个女生 就是突然被人拍了 然后特别火 说她就是度娘 你记得吗 对 那个女生后来 这不记得 后来也离职了 很漂亮拍的 哎呀老权就关注这个 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百度就有度娘这个说法了 所以才把它安在他身上 但其实最更早的 为什么百度叫度娘呢 这事就有点污 这个段子 就是他的来源 就是就是百度这个十二生肖的吧呀 只有十一个 你猜没有哪个 鸡 对 哦 所以说百度是女的 所以猜来了百度是度娘 这么歪 这么歪啊 好长啊 这个链条 对对对 这个梗实在是太深了 现在有吗 没有 也没有 他那个时候 其实这个应该是比较早的几个被被屏蔽掉的词 说鸡不说八 对对 文明你我他 我刚想说 我说你这如果有这个词 你到时候怎么来说这个 对吧 对 他有很多八是没有的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这个敏感词 肯定是没有的 但那时候这个敏感词的有一部分就已经有限制了 但是那个词表并不大 但是鸡呢 是比较早一批的 因为实在是太难听了 实在太难听了 对 对 在那个后来贴吧活起来是在这个超女的时候 李宇春吧 应该是以这个为主的 还有周边的很多 什么粽子 因为粽子我记得当时是说是李宇春的黑粉 他叫粽子 还有超女吧等等 这个就是大家 那时候我记得还用短信来投票 是吧 第一届超女 对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做了某一届对吧 应该就是第一届 因为只有第一届火 后边你好像就被限制了 你说那个拿短信投票 对 一次多少钱 那个是吧 对对对 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小小的工作 对 那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工具 比如说有第三方的人 开发了爆疤工具 就是可以这个你指定一个疤 就在那拼命发帖 就是灌水 灌水 灌水 就是把这个疤给炸了 就炸到说你已经你发一个东西 回去再看已经不见了 因为前面有不断的 这时候其实就有点那个API的感觉了 你发现没 这不是API 这是破解 对 怎么能一样呢 但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用发贴机器人 对 那个工具我还记得 工具名字叫洗刷刷 我们当时做了好多工作 就是怎么封禁这些爆疤机器人 后来就这个就一直到现在 但后来我就大概06年吧 就离开这个团队了 后边贴疤呢 贴疤还诞生好多神奇的人 比如说当时的贴疤只有一个管理员 就是公司内的管理员 其他的疤 现在摆脱贴疤也是 就是他会让网友自己去当疤主 你们自己可以指定管理员 自己去管理 自制 这个和那个Reddit就很像 它是自制型的组织 然后那个时候摆脱只有一个管理员 后来这个管理员还出去创业了 出去创业的叫叫什么什么什么鸭子 鸭不能说可以压 可以说压 后来我觉得这个对挺有意思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就不提名字了 对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百度贴疤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般的用户就很难了解 他到底有多少个疤 对 对吧 而且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疤 比如说李易疤 这东西和李易也没关系 对 你说哪个李易 就是那个 李易大帝 对 就是动不动 当时有个什么第八出征之类的 对 寸朝不生 那个就是李易疤出来的 李易疤也不 跟李易也没关系 聊的事跟李易也没关系 对他来说 就是去了一个固定的地儿聊事 至于这次叫李易 那叫脏毅 已经无所谓了 就是感觉就诞生了 以贴疤为基础 就诞生了很多当年互联网上 所谓的亚文化现象 对 他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 他产生了一种 在我看起来就是这种小众的凝聚感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好像你发现了一本 一本特别好的书 你不愿意分享给别人 你知道之前网上也有过这种段子 就是说 这个书太好了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作者 我要自己 自己藏着 自己藏着看 就是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偶尔进到一个巴黎 然后发现这帮人呢 都在跟你一起无厘头 特别投脾气 但是这个巴外人是找不到的 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关键词 进去 你才能找到 你得你别人告诉你才行 因为这个关键词可能特别奇怪 就是一个咒语 互联网咒语 对 有点像念个咒 然后你进去了 进去了 你发现 有一帮同好 跟你在一起每天在聊天 时间长了 好像也没有新人 大家就聊得很开心 他有很多这样这样的小圈子 当然他也有很多出圈的 比如说当年什么 什么什么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甲军房 甲军啊 甲军房 甲军房 对 那个也是贴巴黎出来的 所以这一点我发现 因为这个Reddit我也用 跟Reddit就很像 你在百度贴巴黎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个很奇怪的巴 进去以后 发现大家 煞有皆是的 玩一些很有趣的梗 或者是说 很正经的 写一些比知乎还正经的文章 也有 都有 我真没发现过 嗨 对 他这个点就在这 就是你要去找 你找不到 都是碰上的 或者是里边的人 分享出些东西 你在问 这还有这些东西 就是这种感觉 你们当时在分的时候 就没有合并过一些吗 有的 有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 因为我当年是管的是叫 可以说吗 你说吧 没事 因为我当时管的是搜狐社区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 就是设置这种板的时候 一般会有编辑来提 就比如说女人频道 设置什么 那个婆媳关系 什么文化频道 设置什么某一个 最典型的 就是当时的时候 我们谈了一个很著名的文化名人 我都忘了一中天爱是谁了 然后我专门给他设一个板 这个板是隐藏的 你看不到 他们可以在频道中 我把它引出来 对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有点像这种 你们有点也可以这么形容吧 就是他们的这个贴吧 有点像林林克斯一样 对吧 就像自由市场 来自于这种 世纪 还是一世纪 那我们有点像大教堂 就像Windows一样 就他所有的功能实际上是 大家可能经过盛事熟悉 行为申请 才能设置出来 然后进行公开 我们叫公开版面的时候 也会有要求 就每天你发现要多少 才会公开出来 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正好是两个方向 对 就是刚才老钱说的这个情况 后边会出现了 举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在贴吧里 我没有没有验证过 咱们只是随便说 比如说你搜一个 美国这个什么篮球职业联赛 他就会给你重定效的NBA把去 这个是后面会加了这个策略 因为他会造成这个 不然的话就太分散 就很分散 一个字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相似关键层 对 但是我们当时因为本身 就是实际上整个的系统 你可以理解成为 他最高的权限是不同编辑 然后呢 就是你们可能就一个管理员 对吧 但我们基本上就很多 你可以理解成为 我们当时每一个频道 就有一个论坛 我们就要分论坛 然后完了之后 会有一到两个人 专门来负责这个事 对 这个倒是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传统门户 搜狐和这个 搜索引擎 这种新兴的技术公司的 对 它的组织 内容组织形式不一样 对 它的思路的差异 那像咱们俩那时候也是一样 跟它是属于传统型的 对 传统 对吧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 要开什么吧 开个什么板块 就开一个 然后自己有个管理员 然后如果有人做得好 就把它变成 升为版主 变成版副 对 一般是版副 对吧 版主 版副 然后完了之后 它有一个总谈主 然后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 但是我发现这个论坛跟咱们这边也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有点像理想国一样 大家还是希望这个论坛是一个自己管理组织 就都像自制的 自制的 自制的一个组织 但实际上你也会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论坛的时候 也是经常跟很多论坛来去聊 就是比方说水墓 清华的 清华水墓 对 那个论坛 就是他们其实跟我们的结构就很像 对 但是那个另外一个 就是北大的 一塌糊涂 这个就是真正的叫民主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 没事 没事 我大概知道一塌糊涂 后来发生了什么 那发生的事咱们就不说了 发生什么事咱们就不说了 就说 因为那个我跟他们的那个管理员就很熟 他有一次他 他后来是我们的顾问 有时候我那聊 我说 这个你们的这个论坛跟我们的论坛有什么区别 他当时就说 你的论坛是张涛阳的 对吧 他说我的论坛不是我的 不属于某一个人 因为他其实包括服务器 包括程序 包括所有东西都是他去做的 但是实际上他不具备管理权限 你可以理解成为有点像 他只是这个论坛被别人叫过来的一个工程师 但是真正的管理者是北大里面 北大那里塔弧毒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版主 里面真正的在进行投票 来去选举 来去选出自己的主题 来开始这样的版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你去看的话会很有意思 还有类似像最早的时候论坛的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老高估计知道你这个老画师 对吧 就是你跟 我也做过论坛 对吧 就是你那个 创业早了 谁没做过论坛 对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马尔腾他们一起的那个叫什么 第二分那个论坛 对吧 那个更早 谈了谈了登录上去的那个 会多网 会多 对 会多 其实算 它也算版 也是论坛 其实也是中心化 也是中心化 对 对 所以就是说 那个时候其实互动是以论坛为主 对 其实我当时甚至理解成为 就是所有的产品 其实都只是论坛的一种变形 不是叫延伸吧 但是可能是因为自己做这个做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后来我看T8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们这个组织就跟我们的资产而下 这种塑性结构 完全不一样 它是网格型 对 所以说 为什么讲 于君老师是这个非常牛逼的一代互联网产品经历 就是T8就是他发明 所以就是感觉 如果是捋一捋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蛮有意思的 如果我们说论坛是互联网的第一种交流形式 对吧 从这个经营时代就开始了 包括在前互联网时代 其实这个会多网啊等等就出来 其实咱中国融合还没有接触到的一个 就是很快就过去的一个时代 就是新闻组时代 其实它也是一种 News Group 对 其实也是一种 都是这一条线出来 就发现大家就是传个举 建个板 然后在里面讨论 就某个主题进行讨论 对吧 然后在下面可以跟帖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和传统的典型的互联网的交流模式 对 后来大量的这个创业公司 就是第一波的这个互联网的创业公司 就严重了这个模式 把它搬到了各种各样的平台上 对吧 外部出来了 在外部上 然后呢 手机出来 在手机上 然后还有无数人为这个生态去贡献了好多工具 比如Discuss啊等等这种东西 对吧 建站工具 做了好多这个事情 但是呢 似乎百度贴吧出来之后 好像是把这个模式有一点点小的颠覆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大的角度来看 其实百度贴吧是更加民主化的一种组织形式 但是呢 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到今天其实是退回去了 到今天百度贴吧呢 你是不可能自己创建一个新贴吧的 就是如果你真搞到一个新词 它也是要提交审核的 对 又要有个过场了 而这些这个内部的这个巴主们 管理员们 其实也在比较强的管理之下 它不像是原来这个网友们自己自动自发来组织 他们可能也要上课 可能也要学习啊 我觉得现在它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吧 对 没错 主要是论坛这个形式整个的 就是大家不接受这种长文的这种交流形式 我觉得其实论坛我不知道了 就是我觉得在国外其实在某些窄的领域中论坛还是生命力卖强 在国内 新闻主它也能用啊 对 国外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就是特别是这种 不是不能说的一些东西的原因造成论坛它整个的生态就发生了崩塌 最典型的就是我跟人说 我说我是搜狐社区的对吧 好多人说搜狐有社区吗 对吧 因为已经关掉了 对吧 对 然后以前这个大门户都有社区 都有社区 包括新浪也是 新浪 新浪也都没了 四同旅房 那更早 大连荆州不相信眼泪 对 他我觉得说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这个论坛它的思维是比较发散的 不太容易控制 最早的时候 反正我们当时的时候的那个论坛 某些论坛 就是有的是叫先发后生 有的是先审后发 这个可能这个做过论坛的人应该都懂 对 对 就是这个其实是对公司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花销 就是提高很多运营 非常高的运营成本 其实你这么看 就是百度贴吧 当它变成了一个更强的管控制下 它的成本提高的更多 因为它的这种吧的数量 数量还多 是论坛没办法比的 对 但是回报很低 对 因为你看在现在这个时代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还比较火的 除了像抖音这种消费内容的 内容消费 快销 除了这个以外 可能就像微博这种流量仍然很大 但是微博起到一个贴吧做不到的 就是贴吧其实在内容发现上的效率比较低 是 就像刚才 刚才你说必须得找到这个板 对吧 我进去才能找到东西 对 就是他可能也做一些 比如说首页的导航 弄一些吧的这个链接 让你能进去 或者是一些精华的帖子放在外头 但是因为相对于他巨量的内容来说 这个量太小了 而且你得发现 对 就是你在这浏览 其实你看不到啥东西 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你能发现那些深层次的特别牛逼的东西 它还是一个小圈子的文化 对 就是没办法变成主流的一种亚文化 对 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那段时间比较流行 说一个词叫常委 对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百度当时的贴吧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符合当时这个常委的这个概念 就首先来讲 他的内容很分散 但是他的内 他的类别足够的多 明白 足够的多 所以说他整个的那个 呃 比较产品的表现形式和他的影响力 呃 我们当时感觉不出来 但现在看起来其实是蛮大的 嗯 就是因为他 就是他是在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某一个小的宅宅的领域 对 就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个词的一个疤 人家经营的特别好 嗯 你可能里边光这个 他他贴吧是可以你加入这个疤成为会员还是什么的 嗯 你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 OK 然后百度贴吧也提供一些更新化的功能 就是你进这个疤 这个疤长的都不一样 啊 装修 但是你不知道 就是你你你这个信息差 发现他的这个途径没有 哦 没错 因为还是个亚文化 对 因为其实说白了就是说是呃 作为一个互联网的这种管理者来讲 就是可能 当你面对这种海浪信息的时候 你才意识到这个真的是管理不过来 你想我们当时才1400多个版 嗯 就完全看不过来 你想想看 他们可能版的数量远 是我们的百倍都不止吧 我怀疑 几百万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到我在想 所以我一直那个时候就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审核的这个内容不出事 然后我后来得出个结论是可能人家投了足够的钱 以我在那 因为我当时时间后边就没在了 在我在那的之后呢 看起来就是 就没怎么花钱 他还是发动网友自己审核自己 就是他把 他会把流量大的 贴子多的吧 就分堆 这一堆呢 那我们就要 这个就不能随便加入了 就得有吧主了 那更大的一堆呢 这个吧主就得通过考试了 OK 你这个吧主必须失明 怎么那么你要被压出了问题 那但是这吧主是不领钱的 他也不是员工 他就靠着他对这个爱好 为爱发电 对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百度贴吧的流量是上升了还是下降 他影响力又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因为毕竟今天我们要做一下中外对比 Ready这次出这么大的事 都是地震级别的 那是不是百度贴吧在这里面 这几年他的经营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具体看数据 但我感觉并不太好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比如说你在贴吧里还有多少个金句 你就知道了 就没有再传播出来新的这个文化现象 那肯定跟你的在上面的内容产出 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对 没错 没错 就是说白了 就像说你像李毅巴这个东西 我像我这种不玩贴吧的人都知道 就李毅出征寸草不生 地霸出征 对地霸出征 就是说他的这种文化 文化现象就做明他下面其实已经累积到了非常大的能量 可能才会影响到像我们对这个 只偶尔看一下 的人 那现在基本上就很少听说过 就是说百度贴吧的这种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能够让你知道的 就只有他特有的现象 能够出圈了吗 对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像说比如说这个手机 这个互联网时代了 手机的普及对吧 大家可能确实搜搜引擎的时候就少了 自然你去那能进入吧的机会就少了 再者一个我是觉得可能移动的这个状态下 用手机状态下也很难贡献长文 我倒觉得不一定是长文 其实我偶尔去看他很多野生就都比较短的 可能就是几句话 然后下边有一堆回复 也不是说他前面就是一个人写了个几万字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不同的版本可能还不一样 但是呢我要印象中呢 我在手机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 就我之前用电脑的时候 我电脑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一眼 就是跟百度没有抓住 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事吗 他应该有一个贴吧的APP吧 我记得是有 但是这也一样 就是大家你会发现说这种内容 你真的还是需要一个文化 可能比如说他经历过这个年代了 可能他就会去用 但是没经历过难 对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可能他不在意的东西 就跟软盘一样 对吧 或者说他能被其他的新形态 而且 就他的时间精力被新形态给占用 就是不同的媒介形式 一直在抢占战户的注意力 对吧 他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种种原因抢书 比如说你习惯看视频 那你就不愿意看文字了 对吧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 还是因为百度这家公司呢 整体来说的文化 或者意识 他们不是创造内容的 所以他对这个自己有一个社区 社区里面积累内容 这件事不是很重视 百度第一 或者也不知道怎么用 对 你看百度其实历史上做过 我的印象中没有几个这类的 第一个就是贴吧 积累了一些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百度知道 百度知道呢 其实是因为新浪Ivan先出来了 然后这个知道 大家其实很快 就就传了一个出来 到时候去搞的那个维基百科吗 对 然后维基百科算是 就是百度百科 我觉得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百度知道现在也不行了 就是里面的内容质量 回答的质量比较差 就是被直呼抢了 那部分人 对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 其实他还是在解决一件事 就是他希望搜索的流量 能留在自己的站里边 留在自己站里边 他就可以控制说 我投放多少广告 变线 对 但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 就是对于百度不重视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变线的能力问题 就是虽然可能是有很多的流量 但是这个的流量 价值并不高 对 贴吧变不了线 贴吧当时就在出广告 没有什么大用 对 那第二个说 你的监管的压力又越来越大了 对吧 不挣钱 还得掏钱 那可能最后他就就是慢慢变远化 对 那可能也是这么一个 就是 我觉得无论从这个手机互联网的兴起 到他自己对这个东西 一个本身的不重视 可能都有原因 对 是 但是这个问题就回来了 为什么Reddit现在仍然 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其实我也很诧异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我才意识到 他在海外的任务群体 真的影响力 要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的多 其实我日常去看Reddit 可能就固定那几个版 然后看一下感兴趣的东西就完了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他现在影响力仍然这么大 最起码说 现在如果我们比的话 可能跟百度贴吧比 他仍然具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 那这里的原因 除了我们刚才说 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导致这个发展差以外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API 这块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们的一个工作之一 就是要去国外看各种网站 甚至要搜索很多东西 那你会发现 我觉得可能国外并不是特别 特别去热衷发明什么新形式 对他来说 我能拿一个 比如说拿邮件 搞那事 我就一直用邮件就行了 对吧 我能弄新闻组搞那事 我就一直用新闻组 他的习惯已经形成了 他也不会去特别愿意去用一个新的形式 那你像比如说我们很多 那可能就是新闻组里边有 对吧 那你想新闻组在国内流行过吗 没有 就没有流行 也谈话一线吧 对 那你说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可能严家觉得说 比如说你的Reddit 对吧 那从十年前就说 而且一直很火 那我就一直用了 也可能没有人去 非得想着去挑战它 是 那中国呢 可能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公司 各种挑战 比如说你说那个自乎 那你说那个谁还记得 那个 白读者 智杰 还作为一个叫什么 孙悟空 孙悟空 对吧 那也搞过一通 然后挖了 也抢人吧 挖了因为大卫之后 还给我感觉一年两年 就没动静了 对 那这种下 就是可能严家的一种 就相对能够稳健经营 可以把机器放在说 我怎么把这个内容做好 怎么去做这个产出上来 那他们为什么不卷呢 没有必要卷 他们是这样子 为什么就是之前 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国外某一种形态 就只有一家公司 没有人秃上去卷它 对呀 是因为它的桌面比我们大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能干四种事 人能干四种事 他新来的人可以去干新的事 咱们呢 剩下的事都不许干 所以就只能在这四个事上卷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那我认为的原因是啥 就是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就跟咱们一样 比如咱们说 咱们比如说这个播客这事 对吧 那可能是我们发现一个新机会 那我们是能比如说去看海外 而且有人的眼睛只放在国内 他发现谁做了个新东西 他做一个 那我也去做一个 那自然就会卷了 对吧 咱说你不能创造 但至少可以再找一些 更多的这种市场空间 对吧 但国内的我觉得很多 就是那个话叫什么 就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两个中国人就是条虫了 对 对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文化层边的吧 但是我们确实能做的事 没那么多 你这个 尤其是内容创作领域的 你明明就有很多领域 你是不能做的 你只能去卷那个 你前面已经跑出去了 那你就跟人在后面最安全 或者做了就很危险 这个事我不太同意 你看我们的朱总在前面说了 说你看有台聊过了 我们也能聊 不同角度聊 你非得把别人聊过东西 再聊一遍 再硬聊一遍 那就是很尴尬 对 那可能会有的台 他会硬聊一遍 对吧 就当别人聊的不存在一样 那你说这是不是卷 反正我是觉得说 对吧 但是你拿别的角度 他是不是也可以聊一遍 那我觉得这就不叫卷 这叫做丰富一些大家的认知 对吧 对 我们一般就说点不能说的 在不能说的 在不能说的里边 早点能说的 是吧 对 所以我那觉得 就是说像Rate这个 我学说 但我唯一好像比较知道 就是他那个AMA的那个事 请了一堆名人 包括总统是吧 包括一堆那些 什么比尔盖茨啊 什么都是请过的 对 这个是我觉得 反而像我 可能我平时去 对于我来说 可能没有主动去看他的 但可能都是从我手引擎去的 或者在某些文章里 有提的 那可能会去看一眼 这个可能也跟那个 他对于知识产权的这个把控 比我们要赢的多的多 加一 我也是这么看 对吧 就是说 比方说同样的一种产品形式 Facebook出来了之后 曾经之前有人做过 对吧 然后那个人就提了一个想法 最终是扎克伯克去仿造的时候 对方告他的时候 他最后只能和解 因为他确实无法证明 自己没有抄袭这个想法 换句话来说 国外对于抄袭这种事 打击者 是蛮严重的 很低 所以他们不得不创新 也就是说 所以他们在同一样一种产品形式 稳定了之后 第二个人想抄的情况下 我估计从法力 从到的层面 他们都觉得这不合适 可能网友也不认 对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是大打狠 对 所以说你像中国 当新浪出了微博之后 就出了一堆 搜狐腾讯的 基本上这是某个人员标配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但是在国外 你可能想一想一下 推的这种标签形式 也有很多个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跟那个就是 所谓社会的这种法律 或者说道德的这种观点 有很大的关系 接过来咱就想聊 这次的这个技术话题 是吧 还是得聊点技术 这次Reddit大家起 主要的一个导火索 就是他要对API来收费 主要的一个导火索 是吧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一点 就是他在这之前 这家公司盈利吗 我不知道 说实话 我真的之前没有关注 我记得看到一些 说能 但是就能 但是不多 就是可能是微盈利 因为他说他要上市 社区这种东西 我觉得在国内和国外 好像都不怎么挣钱 对吧 不怎么挣钱 他说比国内要好意识 但是肯定也是属于那种 那他说什么钱 威力吧 价格不高 广告吧 比如偷广告 因为你想你都能 因为在毛的 只要你在上面那种好 比如说我有M 我能请到总统来 那至少这个论坛 从导向上没有问题 那我做一些 能找一些 就比如说 相对高端的一些 内容的 这种广告 那没有毛病 是 对吧 对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这次他 大家 起义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急于他收费 当然后面有种种的 这个发酵 最后导致 包括他自己的 公关的态度 等等这些问题 虽然就不细讲 这个来龙去脉了 但是他的 两个 要对APH 去收费的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又映射回了 刚才在老前说这一点 就是知识产权 这一块 第一点 他是认为 我继续免费的 让大家来使用 这个API 会 给这些 正在训练 大语言模型的AI 一些白嫖的机会 就是说 他把语料抓走 去训练 他的大语言模型 那他可以 在这个大语言模型里面 获取利益 但是跟我没有关系 就跟那个 那叫什么 Stake Overflow一样 对 有了这个Chart CP之后 他的流量就暴跌 对 这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版权是很模糊的 就是那天 咱还在那个 长长来录了一期节目 就这个版权 非常非常的模糊 和不明确 你抓走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确实是促进了 他这个大语言模型的 优化 对吧 让他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了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 包括就文生图 也有这个问题 对吧 现在好多艺术家也 出来说你把我的作品拿走学习 虽然你出这幅画 跟我画那个画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你是借鉴了我的风格 风格在毛里 也应该受到保护 你要不要给我结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也是私事产权的问题 对 所以他就 这是他的第一点考虑 但是最近咱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生派那个 托管服务 因为我在上面托管了很多很多播合 我们最近就发现爬虫 越来越多 爬虫猛是吧 对 越来越多 就是趴走那种转成文字之后 去训练他原模型 这个 当然我 就是这几天 咱没录节目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忙这个事 就是赶紧 就是防掉 防掉 就跟我们当年一样 对 我现在还得说 我们那上面 那个产品页面 99%都是爬虫 对 就你没办法 你知道吗 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 主播的 他这样辛辛苦苦 录出来节目 为什么要给你白嫖 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他的这个原因 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第三方的API拿走 比如他有一个最著名的应用 叫Apro 对 这个应用 这次的那个苹果的发布会上 还出现了 WDC上 包括他那个做那个Vision Blue 上面还有这样一个应用的呈现 也就是他这个是做的非常好的应用 然后呢 这个应用 刚开完发布会 对 然后呢 就被这个收费打倒了 那我就说不干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官方的Reddit的客户 而且做的比官方的要好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API我用了 对吧 比如说是免费的 还是付出极低成本 我用了 但是呢 里面投放的广告的广告费 可没有分给Reddit 他里边有广告 我还以为他做了个纯净版 去广告呢 也不是 他里面肯定 他会有收益 咱们先说是不是广告 这个你不能说 他基于这个他有收益 而这个他基于的这个东西 是Reddit的资产 是Reddit 所以他要对API来收费 他这个两点理由 真的作为创业人来讲 我挺 我既理解又痛恨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这个 但我看了那个情况 我觉得啥 就是第一个 第三方肯定是可以放广告的 对吧 因为你在原来的时候 你那API可能是免费的 那我在上加 我是因为这个广告 是为我的劳动本身来去获取 就是为我写了一个更好的客户 带来的对加 而不是要说我去广告 然后怎么怎么样 但这里有问题 如果没有Reddit的这些内容 你做东西 客户端也没用 那欠债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你是个第三方 对吧 如果你不是刻意的说 去他的官方去说 你们要用我的 对吧 我比这个啥 那我觉得那赢家 就是这些用户自然选 那一定是你东西做的好 对吧 那我就当然反过来说 官方找他收点钱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大家可以谈 对吧 你一年 比如说你要是能挣个30万 分我5万10万行不行 就大家可以谈 但好 那边帮说要2000万 那件事就没人玩了 所以人家就彻底关闭 对 就把所有的这个上面 Reddit的用户给惹怒了 惹怒的不是说 你阿波罗关闭了 是你这帮官方的人 就是一刀切了 把人给逼死了 对 逼死了人 我觉得这个事吧 其实动机和想法都没问题 就是执行中搞得不够细腻 也不够温水煮情 你看最近推特不也是这样 对 推特这个事我觉得更加粗暴 其实他就是想把 想做这个反作弊 或者叫反垃圾 反垃圾 就是反爬 反爬 对 但是他把他用这个用户 浏览多少次 多少条来 有点简单粗暴 对 你看咱们做反爬 至少不能影响真用户的体验 对 他是一刀切了 他可能分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模仿 就像你说的发贴机器人 对不对 那我就模仿一个浏览机器人 你怎么知道 我是这个真人还是这个假人 就是爬虫和反爬 永远是一个谋和盾的关系 对 就是对抗的 对 就是你弄不好就伤害了真人 但是问题是在于 他是这次他这个策略伤害了很多真人 这就有问题 你说那个Reddit什么 Twitter 我觉得他俩都有各自的问题 各有各的问题 对 但是你看 别管是各有各的什么问题 你看咱们理由似乎都是相似的 都是觉得自己被摆嫖了 对 都是觉得自己被摆嫖了 就是怎么突然到了今天 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 API从Vive2.0那年 大家就要搞API经济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看过去 在没有大梦形之前 这个链条 供应链的是通的 怎么讲呢 过去你提供了好的内容 搜索引擎来扒你 对吧 但是搜索引擎扒你 他会把流量倒回来 对 还给你 搜索引擎上面做广告 对 但是他倒给你以后 你也可以做广告 也可以做广告 大家都是通的 现在大梦形这个事 就把相当于是 给你截断了 截断了 他把你内容拿走了以后 你回不来了 他变成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又是寄予你这个东西 就很烦 我觉得大模型有点像 那个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叫皮修 他只进不出的 对 所以所有的人 就开始很焦虑 对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说 原来可能 大家没有这种 抓数据的一个想法 只好他觉得有用 他得去抓 那抓人可能并不多 可能抓 可能做一些什么研究 分析 对吧 比如很多人 我看有的论文里边 会写 我抓了什么推特 多少天 多少天数据 怎么样分析一些 那些其实无所谓 因为量不大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 经济力 但现在一旦 这个AI出来了 大家觉得这个利益 是10亿 20亿 100亿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觉得 眼红了 大家就觉得 我被白嫖了 大家就想在那边 叫什么 我现在都这么想 叫什么高朱强 对吧 对吧 那就都是这个想法 对吧 然后你得来给我 哥哥交钱 对 这个交钱的逻辑 我觉得非常能理解 就像我们现在做 这个 ChatGPT的套壳 或者是基于它 做个什么应用 那你用了它的能力 给它出点钱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这里必须插播一条 我那个ChatGPT套壳 那个的bug 已经修复了 前两天不能用 是吧 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 对 大家现在随便用 害我说哪了 你看这就不能插 广告影响入口体验 是吧 对 就是 假如说我们用了 ChatGPT的API 那我们天经地义的是想到 肯定会要给它付钱的 但是ChatGPT的好处是 你发现它给它的API 3.5 4.0什么的 定了不同的价格 是 它3.5是非常便宜的 对 就几乎可以 4.5如果不要钱 对 4.0又很贵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选择性使用 对 我觉得像Twitter 或者是Reddit这种 它其实应该做的 更细腻一些 就是 可以做成一个 不同的公司来的时候 不同的价格 或者说你有什么 正常用途 我给你豁免 或者可以免费 对吧 应该是要看人下财点的 它现在就一刀切了 觉得就像我们 别人老说我们的话 说 总有刁民想害症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 美国人 或者说中国之外的 发达国家 他们这一刻上的比较晚 过去呢 我们曾经有一个论断 就是我们中国的 不管是反爬技术 还是反挫臂技术 领先美国至少五年 甚至要更多 为什么呢 太卷了 坏人多 就是一开始 这个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像美国的创业者 他有非常多的丰富的方向 他不愿意在这搞这些事情 而且法律风险也大 就是不用跟你卷 我也能挣钱 对 然后我们国家呢 都是这种恶意的卷 都很多 所以我们发展 从命社会 我们发展了大量的 各种各样的反作弊 反爬取这些技术 还由此诞生了很多 独角兽的公司 确实很强 对 那到大模型时代呢 这个国外的创业者们 发现不行 他们开始先补什么 先补抓人的能力 先补作弊的能力 这时候这些反作弊的能力 暂时还没跟上呢 没跟上 你要解决怎么办 就只能粗暴 这个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公司 绝对不会这么粗暴 因为大家早就积累了十多年 这种丰富的经验 知道怎么应对 你看新浪的 新浪微博的API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放过 对 他一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了 对 如果有贼怎么办 对 但是推特就完全没考虑到 他们就觉得这个天下无贼 真的一窝蜂的 大模型的贼来了 他只能先把这墙焊死 要不然就没法弄了 他来不及 我个人觉得 他们有时候可能 还是有点过于生硬了 你说那些大模型 不是每个大模型 都API那么多钱 对 对吧 你说哪个公司能觉得 对2000万美元 毫无据色 立马就能给你 也很难 对 但你说个50万 100万 是不是这事 大家就给就给了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他怕突然API冒出来 说给你50万 这个数据归我了 你怎么办 我觉得我说的话 我叫看人家的 你要API来抬 那对不起 那就从2000万来 给你更多折扣 你要这个小公司 一看他融资能力 说你就融了100万 那你给10万也行 但一定签好说 这个数据只能你用 不能转卖 那我相信在国外 我认为说大家签了合同 还是管用 不像你在国内签了合同 对对 所以我们下期可以早晨 就可以录我那个节目了 对吧 对对 我订了明天中午 实际在四周发 那个我的 你的回应是吧 对就是个人的 我就写完了 对吧 已经找律师已经看过了 对吧 内部已经审阅了 有大新闻 所以你要知道说 在国外 我觉得他这个是有点太狠了 把每个公司都当OpenAI来看待 那就完蛋了 现在不知道 国外类似练大模型的公司多不多 我猜应该不少 应该很多 国内都那么多 但是你要明白 他那个钱 更多是拿来去 他妈的买那个训练的 而不是买预料的 在我认为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到Ready的这边 他看你买硬件 买那弄软件 然后加那个就是什么 带宽都那么多钱 对吧 我收你这点钱 可能还不够你十分之一的 我感觉 这个这个态度 只能叫一厢情愿 但是这一厢情愿 把他自己害死了 那就麻烦了 对对对 是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我硬件不得不买 我咬炸眼的没有 我没法偷 但我数据 我可以抓 所以这就是说 从Ready的本身 看到这个趋势之后 他首先是说 看到这个家伙 像个皮羞 是一个怪物 对吧 然后呢 他也可能想得到未来 这家伙能够有可能 完全替代自己 他本能就要起防御 但是我刚才突然 就你说 咱们说 那个 State of Floater 在想 那家公司 为啥没人动静 他可没说 说我API 就要收多少多少钱 但有可能 他已经被谈过了 他觉得已经自认 不用抢救了 放弃了 因为他并不是说 他是因为 他是解决人的问题的 但是这些问题 可以被AI解决 他那上面 那些语料并不重要 对 没错 反正我觉得 你看 因为有个AI来了 他说每个公司的想法 是不一样 对 没错 从印象公司 到远 到远战公司 到有内容公司 大家想法是不一样 对吧 但是你想法一旦歪了 而且你又应对不利 很容易就把自己弄上 钱没挣到 命大 我觉得有点像 这种AI有点像 突然过来的病毒一样 然后完了之后 这帮人就免疫 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 可能这个疫情 可能这个病毒没什么 你的这个强烈的反应 就像过敏一样 对 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害死 所以说很像我们之前的 是吧 新冠一样 但是怎么讲 免疫风暴 你还是要去积极的拥抱他 在别人 羊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躲 否则别人都好了 你才一羊 对吧 你就疯了 我们当年也爬过百度铁拔的数据 你是为了研究吗 没有 因为当时的时候 就是我 因为有些小众的这种数据 只有铁拔里面有 对 只有铁拔里面有 就是比方说 关于一些公司的招聘的数据 就大家比方说 举个例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 像现在有那个默默 对吧 但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关于公司的负面 只有那个铁拔 说是卖卖吧 反正0506 0506就是这两年我们在爬那个的数据 因为我们当时在建立类似于像 就是一套公司的整个的一个 就是职业社区 然后就爬那个公司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数据 只有贴吧里面有 就比方有人跑到IBM里面骂 说什么那个老物很恶心 在搜狐吧里面说那个张涛阳怎么样 炮小姑娘 我这句话要讲了 没事没事 我们没事 然后就是这个像这种事情 就是说爬到了之后 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就是爬一会儿就不能爬了 很那个 然后就是得有一个频率 所以今天是毛河顿来录节目 没有没有 因为我当时也我当时也反爬 我当时也反爬 因为我们当时 一般反爬的都要爬别人 对对对对 因为你们有抱对吧 我们也有贴发贴机器人 也有 我们也有 我记得最清楚的 这当然是一个扯闲边的事 我们有一年 那个周年庆典 那一天晚上 班主暴动了 然后那天晚上就没什么好呆的 就天天 就是那一晚上就都在处理暴动的事 也暴动过 就是都跑了另外一个 我们的同行那去了 那怎么办 你处理不处理吧 然后那个人 那帮你办干嘛 就因为他有三贴的权限 他有一个三贴 你怎么办 那这种事就民主就会有这个问题 对吧 他不想好干了 直接贴一封 就跟那个Reddit一样 封版 对吧 不玩了 这个其实可以单独一个话题了 做论坛中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这个论坛 哎呀 互联网内容 咱今天不聊这些了 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那天我看了想马 想马 就是之前吸词的那个创始人 好吧 然后呢 发条推 我还挺有感受的 他说这个可能这次事件之后 我会发现互联网的内容 更加的割裂与封闭 之前开放的那个互联网 可能再也没有 大家切中切真心吧 对 一方面更小中 一方面是不公开了 就像咱现在用的微信的群一样 外面人看不见 外面人看不见 除非你加进来 对 对 会更封闭 就是互联网慢慢的变成了 不是一个市集 而是有繁离的了 对 而是一个俱乐部 是一个Pub 对吧 是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 同好者 我进这小屋 对吧 外面它只是一个工具 对吧 我是构筑这些一个一个封闭社群的工具 可能慢慢的 这个互联网的内容也好 融户也好 都会私欲化 原始社会 什么都是共享的 对 那老子认为 或庄子认为 那是最黄金的连带 但是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 可能真的就像财产一样 它会内容逐步的私产化 然后形成你所说的这种叫做Pub 或者叫私人俱乐部 对 你不属于这个俱乐部 你什么都看不见 对吧 也合理 也合理 你让我天天在某湖上 跟一帮小学生聊 我就觉得 这也聊不到一个狐狸 这也确实尿不到一个狐狸 对 我只能保证各自尿不到对方 就可以 所以你看刚才老钱 这是上线还是下线 这老钱的比喻 其实特别有道理 就是它有点像财产 你发现在什么时候 大家才需要在 就这种 这种平等的共享呢 就是当财产不太多的时候 对 生产力不够 对 发达的时候 然后这个 如果像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 如果你们还共享 这个信息 每个人都信息过载 对 咱就疯了 我们就是为了 为了让自己这个大脑还能喘息 要建立新的分配 你必须得把它分割开 对 只关心这些重要的 你和你自己有关系的东西 是 所以自然就会形成圈层 对 对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信息化时代 物质极大丰富的特点 对 这是我们极大丰富了 对吧 极大丰富了产生的结果 对 这是好事 然后我个人担心的一个事是啥 比如像我们2B的公司 人家是付了钱的 所以你要提供服务 都是有合同约束的 对吧 你这一年内人家付了钱 就要给人提供服务 对 以外 那好 你说这种所谓的免费API 谁还敢用 会有这个问题 我比如说咱说 那个什么第三方客户端 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个事 虽然我是能挣点钱 但钱可能并不多 我觉得可能有 我觉得有一半的可能性 还是为了发电了 对吧 但是你说我辛辛苦苦 然后你啪某一天说 这个API我不免费了 大家还玩啥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在我的一个 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依存 对 就是我在所谓的里边 就依存 要么我就完全付费 而且可能会保证 你这个钱不会随意涨价 或者我有这个所谓的backup 对吧 否则这事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一旦在我那边 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你可以威胁到我 那就只能像我们说的 在全球化吧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是美国逐渐的在中国化 是 因为咱们讲中国化的点 在这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大公司不开放API 慢慢的圈自己的地方 我自己做APP 我自己的APP 其实跟我自己的其他的 比如说内容生态打通 你是可以用这个贴吧的客户端 来访问贴吧的内容 对 那过去呢 这个你看像Reddit这种 他我自己就专注 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只有内容 让别人 周围的我让别人去干 但是慢慢的靠这种方式 他又往回收了 是 这会儿不早就收回来了 对 最后收成什么呢 可能大洋彼岸 也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超级APP 肯定会这样 肯定会这样 这就是中国化了 你不能叫中国化 它就是托拉斯化了 价值观输出 对 或者因为垄断 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 对 对吧 那你说中国不演习 你不能叫中国化 也不是所有的都这样 对吧 你这话有点这个啥 资本主义化了 对对 政治不论学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 因为垄断 所以他就可以 实施垄断行为 因为他看到了垄断 带来的好处 对 因为我能更好的挣钱 因为是什么呢 过去 你看大洋彼岸 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 至少在互联网层面 没有采取垄断的发展模式 是因为他空间还足够大 现在他也填满了 对 他也填满 即使他那个 就都没有增量 即使他那个空间比我们大 对吧 我们是先到的 他现在到了 对 他到了一定会像我们一样 产生一样的 这个都是 叫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这样的选择 对 好像没有什么更好选择 只过他比我们晚遇到了十年 你可以说 比如说我认为我这么大 就是我的上限 那可能我也不会卷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 对吧 今天我跟我们那个记者说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说 这事 我说就是我这事的一个上限 所以我不卷别人 我也不想去做什么新产品 那这样你也不会卷 但是你这个上市公司 不可能不让你卷的 那么多股东 对 对吧 大家还指望你的这个 增长的股票能翻翻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控制不 那一定会卷的 只是卷成什么样 或用什么的方法卷的区别 是 好像也没有更好的答案 这件事情里面 对 反正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惨 他们比我们晚惨了十年 对 我们是先惨了十年 看我这么一个意思 一回事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感受不一样 从什么角度 因为还要惨下去 人家就起码还十年没惨 对 反正都过去了 对 都过去了 不好说 那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下边的路 还是要自己想象怎么走 因为你要说 你比如说我们说是别人仙惨 那你后边的也没人跟你一样 对吧 比如说我们那天说 现在已经开始说信文了 开始上5.5G了 开始万兆了 手机等等万兆的这种上网了 那这个体验 哪个国家能给你呢 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国家 如果要在这个互联网经济上 继续发展 就得把这牌桌往大了做 因为他们桌比我们本来就大 所以他才能完惨十年 对吧 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桌扩大的话 其实我们还能变好 是 我好像觉得你说反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想 就是中国什么情况 我认为的 是用户足够多 但是用户的单价不够高 明白吧 支付能力 支付或者你的 就是你能在这每个人生 挣到的钱并不多 所以就会导致说 原来的这种情况是说 我如果你的价格足够 那我可以慢慢做 我也能挣到足够的钱 你原来是快快做 因为你的钱少 我就是有十亿用户 我也觉得我的钱不够多 对吧 那现在的情况就变成说 大家都觉得已经到头了 所以开始叫什么 将门征销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仍然有空间在什么呢 我们新的创业者们 或者是大厂们吧 你们需要找到新方向 新的增长点 并且证明这个方向 做出来了 是Worker的 不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 不会颠覆国家政权 那这个方向就是可行的 把这个方向做了 就是不断的去证明 有这么多新方向 这个牌桌就变大了 我个人是悲观的 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其实 为什么老外开始这个样 就是你们说的这一点 就是想象空间没了 起码在现有的 就想象空间没了 之前咱说的低垂的都没有 对就是以后只剩下这种比较 就是像AI这种高端的这种东西 大多数人都玩不了 而像这种就是 由于像Reddit 或者像这种 他们我们称之为叫二代 或者三代这种 国务博物30的这种企业 他们见识过自己 对1.0或者传统企业的碾压的时候 那种惨状 他们自己意识到 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大数据碾压成 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会第一个反应 要奋起反抗 对吧 就第一个建起足够的礼拔来 我要进行收费 然后黑化 然后开始黑化 批你还黑 黑化一定是逼出来的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开批 那当然都是天使 对 但实际上不可能吧 对吧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有问题 他所有的人都 这个路径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这个事我也不好说 后边会变成什么样 但我觉得不管你说的美国是跟我们学 还是我们自己要自己走路 都我觉得这个事真的不好说 因为毕竟在你的付费能力 在这个资质产队保护上都不太一样 对吧 但我觉得Reddit这种情况是他自己把自己作杂了 跟别人其实没关系 对 可能Reddit他自己 他可以看成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个小例子 但是他并不是被这个大趋势推成这样的 他还是有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讲如果说我 那我宁可说我原了房 我先收一年一万美元 然后每年加百分之四 那也不怕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叫什么 为主青蛙嘛 我现在每年都 然后要做差异化定价 对 然后或者大的公司你量大 我要做个基体化价格 那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也能增加收入 但现在我觉得他都把自己基本盘给玩美了 对 他的基本盘是中货 这不是黑 这不是黑化 这个叫 叫傻化 这叫说我直接就不玩了 我就不玩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其实在忙的没有好处 因为确实他的这个生态 这个位可能没人能补充 像跟他定位差不多的有吗 Cora 也不算 可能还不完全一 那个是问答 这个算是社区 社区 那你说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吧 那其实 那我其实 我反而关心一个事啊 就比如说 我假设我是一个Reddit的一个用户 我可能会经常上一些版 这版假设都过了 那我去哪呢 我肯定还是想去获得这些内容 那我去哪里呢 铁吧英文版 铁吧.com 知乎英文版 这样铁吧.us 已经有人说 有人让TikTok去做那个Twitter 然后结果Facebook做了一个 那个我已经下载完了 等着开通了 因为这两天应该就能开通 所以我倒觉得 我们还不如关心一下 这些用户会怎么选 就他自己把这玩砸了 那用户肯定要找一个出路吧 是 对吧 那这些出路他在哪 还是说 还有个Fallchain 是吧 对 Fallchain是日本的 是吗 还有哪 日本的 对啊 那这个我觉得尿不到 一个虎里去的 Fallchain更像是论坛 他更像是 就有点像摩扑 他是有点二次元了 对对对 但那可能跟那些比较正规的 想聊些简直话题 也不会到那里去玩的 再说吧 对吧 这个事情也不用我们关心 我们毕竟是轻度的人 对对 那就是说可能过个一年 也就知道说 这些用户道德都留哪去了 是 或者就是哪天他Reddit就说 我到了 我要公开 我怂了 就像推特线流一样 就一天 就一天 按我对的 我觉得这事可能真的 就变成这样就回不去了 可能回也是那种 就是有一部分能回 但有些可能就回不去了 就有人对着这个事 你要让我伤心 我就不会回去 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本来用户在论坛来说 就会有一个逐渐流失的事 就是你总是要靠来新人 来补老人的流失 没错 但如果你把老人一刀切全干掉了 牺牲补充没有那么快 补充不进来 没那么快 牺牲其实很多是看老人在 所以我来的 对 对吧 那你老人都不走 那我干嘛要来呢 对 我去哪都行 这个只有运营多年论坛的人 这句话再说得出来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人忍 忍忍 对 只能忍 只要我们觉得能谈 能谈的 那都谈 有那有啥不能谈的 对吧 那话怎么说来的 这个慌慌张张 也是为了那些虽然几两 大家如果想听运营论坛的故事 我们单开一起 是吧 这个无数槽可以吐 我跟你讲 各种辛酸 各种辛酸 一样的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说大的有大的难 小的有小的难 从我们那个场上觉得 这是不知道这个right的干嘛 就真的是把一个论坛做好很难 对 想作杂 那真的是太容易 想毁它太容易了 就像我们做这个论坛 当时做了十几年 对吧 关就一天 我们家里就没了 对吧 就像说圆明言一样的 渐渐来一两百年号称 但烧可能两三天就没了 对 就这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现在咱也不知道 但可能是不是过个一段时间 会有人去报内幕 说是不是哪个 哪个属于的高管 想弄点奖金 就跟那个魔兽一样 喝嗨了 是吧 然后就下了个命令 就这么干了 这就是咱们乱顿的常见句式 对 且看 对 且看吧 对 行 那我们的这期乱顿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如果想听后面更多的话题 给我们留言吧 对吧 其实今天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完全展开 能聊的 就是基于ready的这事 真的是能聊不少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然后也今天感谢老钱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录音 他主要是不能白票我们吃饭 对 得拿来录音 行 那我们的这期科技论论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竹老师的邀请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 亲友社群